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由王小丽导演所指导的鬼片 不过有别于一般的鬼片 其实它赋予很多鬼 不同的形态和样貌 而且它要传递更深层的意义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很高兴的 欢迎到三位的主要演员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黄河 大家好 我是黄河 我在梦里的《一千道墙》里面 饰演的角色叫做神奇光 而神奇光这个角色 他是个性上幼柔寡断 反复不定 犹豫不决 而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 造成他之后要为了 他的个性的缺失 去做很多的弥补跟道歉跟救赎 对 我们最终要欢迎的是 在剧中饰演情侣的默河文 晓清 大家好 我是河文 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徐晓清 那徐晓清是徐晓凡的姐姐 在戏中我是一位被生活压力压到有点喘不过气来的一位女性 然后跟弟弟相依为命 然后希望在这一切的绝望之中找到一点点的出口跟希望 我们要继续欢迎的第三位是徐晓昊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徐晓昊 我饰演的角色叫做徐晓凡 对 是云文的弟弟 这个角色他有一点点情绪控制的状况 所以他虽然跟姐姐相依为命 可是我很想要为姐姐奋斗的过程中却反而造成姐姐另外的负担或是她的生活压力 所以就是一个在我们这条线就是很看重亲情如何让我们度过难关的一个角色 我想到灵异片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说在拍片的现场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感应或者是特别的灵异事件 好像允闻自己就遇到说自己全身不舒服的 我觉得拍这种类型的片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会有 因为我们毕竟在讲他们的故事 你在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也会就好奇 好奇我们在拍什么 我们在演他们的什么故事 他们就会想要来盯场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身体的不舒服的这些其实并不一定是他们要来对你怎么样 可能就是两个凭空世界的一种体质上的一些不舒服对我来说 但是当下还是会有害怕 像我每次到了一个地方 如果自己觉得有点不舒服 我就看向黄河 我就这样子 你不要看 我就觉得你不要看了 我会说怎么样 然后他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了他 我就 为什么你这么小看他 因为 因为 我很容易想很多 对于我的这个 比较算敏感一点点的体质 我会很容易 自己下自己 有没有哪一幕是让你印象最深刻在片场发生了什么样的经历 就是木工厂吧 我跟黄河在木工厂在桃园 比较郊区一点点 然后那天一整天下来可能身体有比较疲惫一点点 然后就有点头昏脑胀的感觉 然后很奇怪我就开始各个部位不同的抽筋 而且是抽到整身冒冷汗的那一种 然后黄河就 他一开始是想要转移我的注意力 他跟我说不要去想 我觉得其实这个蛮有帮助的就是 当你自己可以控制你的感应 当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感受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把它们关起来 或者是暂时的 暂时的把你的感受关起来 就你就不会被影响到 你就不会被打扰到 对 然后当下他也非常贴心的 把他手上的拔起给我 脱下来放在我口袋里 所以感恩您 感恩 好像你们两有共同有一个佛珠 是一样的吗 对 我觉得真的就是 就是缘分嘛 就很巧 因为我第一天拍片的时候 遇到你母人 他手上带了一串佛珠 我一看我想说 我有一串佛珠跟你一模一样 而且它是在别的国家买的 那我的佛珠刚好是老师给我的 所以就很巧合 我们居然有一模一样的佛珠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应该那就是缘分 那是我们私下失误 就是不是片里面的东西 是我们私底下的东西 而且那条佛珠还是有点设计感的 它是有颜色 有点设计感 有一个 对 所以不是一般的那种木的 但是我竟然可以找到 一模一样的两条佛珠 我觉得就是缘分 像你刚刚讲说 每次如果遇到一些身体上不太舒服的状况 就会求助于黄河 因为我在剧中有看到说 其实师兄还有阿龙 他们其实有阴阳眼的 那是不是其实 黄河每次都会被人家问到说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制 对 每次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 那个就我来说 我会觉得那是一个灵感 一个感应 好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原因 是因为就像是 你到了一个废弃的地方 废弃的废区 没有人住在那边 荒烟漫草 潮湿阴暗 你一进去你就会觉得全身发冷不舒服 觉得好可怕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灵感 而每一个人都会有 那当然当你到了这样子 肯定气场不好的地方 那你一定会有感觉最不舒服 那既然你知道这里不舒服 你只要赶快离开 如果你还要一直待在这里 那就是自己去找麻烦 那我刚刚讲是一个很极端的 一个气场不好的地方 那当然这样子的 我们所谓的无形 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有 不管是白天黑夜晚上到处都是 只是你的感应有没有强烈到 可以在这么吵杂 跟阳气旺的地方感觉到而已 所以我觉得只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只是 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它不一定是个能力 只是有没有办法强烈到自己去意识到 或者自己去练习它 或是去强化它而已 大概是这样子 我听你这样讲自己都几匹疙瘩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 就像刚刚提到说在天场发生的刚刚那一段 就是全身抽禁这一段 我不知道如果黄河在当天有看到什么吗 现在事后是不是可以讲 当场可能不太适合讲的 其实讲是都可以讲 只是很多时候我会选择不讲的原因 是因为不信的人 你讲出来他就觉得你在两宵尾 而信的人就不用特别去讲了 所以大部分我就不会特别拿出来讲 而且有时候讲了 只是会让人更觉得心情上的压力而已 反而有很多时候我不讲 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说 你可能不一定是真的那里有 我们一般讲说鬼 我们可能那里没有 只是团境的气场不好 或是当天你刚好非常的疲惫 而被其他的东西影响到 那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很没关系的人 就算真的有什么 我也会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们一直都讲说 就是互相尊重 不要去打扰就好了 那所以你看到的样子 跟现在小弟老师的这部片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雷同吗 还是那个样貌真的很接近 如果要很 如果要很认真解答这一题的话 有雷同的也有不雷同的 因为就是它就是无形 它就是一般讲无形就是 字面上翻译就是没有形体 它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形体 而我刚才也讲说 那个很多时候是一个 是一个气场 是一个环境 那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形象 那当然也有人的形象也不是人的形象 所以都都有 你自己会很希望说不要 有这样的体质或不要看到吗 会不会很困扰你 小时候 小时候 应该说曾经有觉得说不要不要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就像是 就像是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像是表演好了 你不可能说 我不想要表演 而就再演 这个技能就消失了 不会它不会消失 你只要不去坐就好了 对 就像是我学会骑脚踏车 我不可能说 我不要学习骑脚踏车 就再也不会骑而不是 只是你不要去骑而已 所以几岁的时候 开始有这样子的体质 自己知道 我觉得是天生的 就像我刚才讲说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天生出来的 对 其实在剧中 很多牧师必须要人鬼对戏 因为每个鬼其实它都有 比如说它这边有零体现 就是看到脸上的表情 然后在对戏当中 其实你们要对他们是视而不见的 这种道行要很高深 那不知道尤其是两位 对戏跟鬼对戏对得比较多 那云文先谈谈看好了 要怎么样去让他们视而不见 我觉得到现在杀青了 我都没有办法 把他们当作不在 因为他们的样子 太引人助心 太引人助心 就是也太白了吧 也太白了吧 白白的人在你旁边看 白白的人有一条红色的线在 就是他们都离你那么近 所以也很难说不去注意到他们 但是当下也蛮常笑场 是因为就是 你知道它就是要贴你很近 然后你就 不要贴我那么近的讲话 但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 蛮有趣的地方 也增加了我们很多私下的乐趣 那像第一幕呢 就是看到就是鬼从下面 从床下爬上的那一段 你说黑手那一段吗 对 黑手十指紧扣那一段 我非常 我飞 那应该是我这一整部戏里面 前三名最 前五 三 四名最不舒服的 一场戏的其中之一场 没想到剪出来才0.1秒 拍的时候拍的时候很痛苦 因为那是我的梦境 在戏里面 我只知道老师当初只有跟我说 会有只黑手来 就这样 他只有跟我说有只黑手来 痛你的脚 然后我就想说OK 好啊 我就躺 我没有想到是会那样子的 他测试你最真实的反应 对 然后 然后因为他手又是用了那些 很可怕黏黏的东西 湿湿黏黏 湿湿黏黏 本身就已经会让你触感上不舒服 然后他又要老师 比如说这是我的脚背 老师要他从后面这样伸 然后伸进去撑开 然后抓住 我脚趾又是算是比较就是 就是打不开 打不开 对 所以 我觉得那是很 那不是恐怖 那是很不舒服 对 然后因为拍摄的当下 我还记得已经很晚了 半夜一两点 有了吧 一点 然后整个氛围又是很 令人不舒服的 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多可怕 或是让你长得很恐怖 不是 就是那个感觉就是让你不舒服 很不舒服 像黄河雷 我觉得跟之前演过的一些 比较另一片的 比之前遇到的可能都是厉鬼 是 那跟这部片比起来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梦里的一千道墙 我几乎没有 应该说 对 几乎是完全没有遇到 所谓的吓人桥段 所以我其实在一千道墙里面 只要负责文系 感情系就好了 我完全 惊吓的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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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吓的都是语文是因为 其中很大多数是也要跟弟弟对系 因为弟弟是属于一个很冲动 一个躁欲症 还会砍人 君豪可以谈谈吗 这个性跟你本身差很大吧 跟我个性真的是差别很大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冲动 或是会失去理智的人 我是做什么事情 一定是想清楚规划好 然后完整地去执行我的计划的人 可是这个角色真的不是 他是他的情绪 或是他的愤怒啊什么的 他会走在他的理智前面 所以他的大脑只要去阻止他 这些事情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都会是动手了 悲剧已经产生了 然后我才发现完了我酿下大错了 然后才开始难过 但这是来不及的 你好像激动到 还把语文打受伤了 对 那是拍戏第一天 他的第一天 第一场戏 第一个镜头 然后那场戏拍了两次还三次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 我还比较优秀 因为那个戏的内容是要翻桌 很激动 对 第一集已经有看到 然后我翻桌的时候 就很怕会打到旁边的人 有其他演员 有姐姐在 然后第一个结束之后 就那个就没有过 然后后来 云文就来我旁边说 弟弟你放开来 你打到我没关系 乌鸦嘴 对 就是 我说好 这一好就成秤 下一个一翻 然后弄完 他就真的就放掉了 对 然后那个take拍完之后 因为我那种戏 我take拍完之后 我都会筋疲力尽 然后就在筋疲力尽的时候 看到眼角 姐姐飘到一个角落去坐着 一大堆人七手八脚围过去 我说怎么回事 就看到我这样 他在开始吐血 当场你也吓坏了吧 对 他被我这边撞到 然后就猪头 然后他就停工了一个礼拜了 有到猪头这么的 就是我的脸歪掉 就是 因为刚好他是在抓狂的时候 他的手就是这样 啪 打到我的脸里面 所以我的脸里面裂了一条 那缝了几针 没有缝 那时候医生说不需要缝 就只是要让它好 就要打针 让它消炎 好处是没有瘀情 因为医生说如果你没有裂的话 你可能就瘀情了 但是还好有裂 就是那个力道有出来 但是裂开的坏处就是会肿 然后那时候因为 我每天要 我那时候一收工我就去医院 然后每天都要拍那个进度照 给导跟导演 因为他要决定我那天可不可以拍 然后我第一天回去 打了消炎针 就觉得好像比较好 消肿了 然后我就想说 医生叫我回家睡觉 好 我就睡觉 结果醒来 那天晚上睡完午觉起来 我就瞬间变猪头 因为我发现 睡了一觉更肿 我们都有看到那个照片 对 原来后来我才知道 化妆师还有副导 他们就是给整个去除北葵 都可以摸一摸一摸出头 他评工 我们还是有其他戏可以拍 就是没有姐姐的戏可以拍 然后每次拍一拍 拍到某个段落的时候 中国人吆喝说 永文 今天的照片来了 然后大家就凑上去看 就 他们笑成一团 那我心里是很难过 没事 觉得很抱歉 所以后来有什么表示吗 我就有传讯 因为我姐姐当下就有说 你千万不要把这事情 放在心上 因为这是表演的内容 发生的事情 对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呢 就是把一个漂亮的女主角 然后打成猪头 还要停工 我很愧疚 我有一直传讯 问候他 他那时候都快哭 我坐在那边 然后他们去帮我冰敷 然后我跟冰敷敷 我说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说 对 就是这样 而且里面要含冰块 他就是那种 泪都要滴下来 然后你知道 小朋友我又很怕就是 如果给他一个阴影 那以后如果 因为我知道这部戏 还有非常多 类似这样子的动作戏 就很怕会造成他一个 心里的压力或阴影 但另外其实刚刚 我们一直讲到说这不是鬼片 而且我觉得其中有一段 是可以让人家觉得很轻松 很可爱的 那个海响就是那个小 我们可以说他是小精灵 就是那个形体 很可爱一个小baby的形体 其实在跟海响对戏的时候 其实你们在对的时候 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什么 黄河 你有跟海响对到戏吗 其实我遇到海响的时候 他不是长那个样子 对 所以 他那个形象的时候 我有遇到 有啦 有啦 开会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只有一个特效的一根棒子 对 只有一个开会 我还好 我是遇到特效棒子 对 那一幕好像拍了很久 你把它撞到那一幕 对 因为 那个其实就是特效嘛 所以我们需要 特殊的特效的后置人员 拿一根棒子 粒粒的 粒粒的 然后我就想像他是 对 所以 所以有很多的时间点要控制 哪里要撞到哪里 才会做得真实 他是拍了几层啊 三层 绿Key一层 对 绿Key一层 实景一层 空景一层 空景一层 所以三层 影像去重叠 把它合在一起 才有办法做那个特效 对 所以平常我们拍戏 可能是要拍 一场可能拍十个take好了 可能 但是拍动画 就可能要拍三十个take 对 其实这部片 其实已经杀青了 不过就整个拍片过程当中 常常要去荒郊野外去拍 然后跟里面很多 还是会也是惊悚的桥段 那其实在下戏之后 或到现在 你们还会噩梦连连吗 尤其是语文 我不会的耶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是 对我拍片的那几个月 我的确自己的睡眠品质 有被影响到 但是我非常幸运的 我杀青的隔一天 我就刚好需要出国工作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个 对我来说很好的一个抽离 跟回到莫允文身份的一个 理由 一个转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是很幸运 我是 对你不算 你没感觉 我从来都不如 我则是杀青之后 立刻去做脸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时候脸的皮肤状况 真的很糟糕 然后我也一直想要去看医生 或是去处理它 用什么方式 然后化妆师都说不准 你现在豆子很漂亮 对 到时本来老师就设定 因为你要有豆子 对 我进到片场他们就会 今天豆豆好多好棒 有一次我进去现场 然后老师看到我说 君浩 豆豆好多 很好 对 这部戏真的是第一次 王小丁老师是要求君浩要有豆豆 而且老师还有规定 一定要是要抱就是有浓的那种 豆豆 要抱要抱的那种 然后老师是规定我黑眼圈不能退 对 那有特别再去画吗 还是就是现在看到就是真实呈现 也有真实呈现的 然后有几天比如说 可能那几天睡得好咪咪咪的时候 老师就会要求要加身 对 但是有几天就是真的很累 每天可能睡三个多小时 三四个小时这样 然后来老师就说 你看起来很累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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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如何丢掉全部的一切 而且我在里面真的几乎是素颜 就除了眉毛有补一点点之外 几乎是全素 因为老师希望 我们表现的是最真实的样子 那时候的压力是因为每一次到剧主 大家就会开玩笑说 影帝 影帝 这是今天几点收工就靠你了 影帝这两个字对我来讲 那时候是一个蛮 沉重的保护 欢迎您回到台湾名人堂的节目现场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提到的是 他们比较个人的演员这条路了 首先我想问的就是黄河了 因为其实你十六岁的时候算是你们三位当中最早 踏入演艺圈演电影的 十六岁第五片是危险心灵 这部片呢可以说在你十八岁的时候 成为你这个十八岁的生日礼物 而且呢你得了这个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 算是史上最年轻的影帝 我们先来看看之前那段得奖的感言 感谢大家然后这个机会 然后就这么肯定我的演出 然后就谢谢大家 你的表情为什么这么的 好青澀 当时的造型跟现在的造型其实差别还蛮大的 对 差别很大 我有点受不了那个 好好 对 但是你没有怎么变 而且你的那个紧张的那个表情 你有个的那个表情还是一样吗 我那时候根本真的是胡言乱语 我的天啊 那时候你是说不可思议 我的天啊 不过这部片呢 会不会让你之后在挑战更多角色上 觉得是有局限还是有更多的挑战 局限其实 会让你发挥更大 其实我从来都不觉得有局限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 就算是很雷同的个性 或是很雷同的故事 他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角色 他都是长得不同的 就算是每一次都演学生 就算每一次都演叛逆忧愁青少年 他都是长得不一样的角色 所以我不觉得会有所局限 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挑战 其实说到全新的挑战 我觉得当时你在拍这部片的时候 那时候对你父母而言 或对你自己而言 应该也是个挑战吧 因为那时候你为了拍《危险心灵》 还休眠一年 那时候应该要下定很大的决心吧 完全没有 怎么要说服父母 我没有说服他们 我觉得 讲好听一点就是我父母很开明 讲 讲得务实一点就是我父母觉得OK 就是就 不会特别去限制我要做什么 我觉得其实是 是好的 因为我 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妈讲说 就要拍戏就去拍吧 因为那时候你当然对拍片是什么 演戏是什么毫无概念 对演艺圈是什么毫无概念 那时候他们的讲法就是说 你休学 你之后还可以回去复学 但是如果你这一次没有拍 你可能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机会拍了 那就去拍吧 所以是 就是去试试看的心态 而且一开始去 去试镜也是就陪着同学去玩 也是陪同学 是陪同学 好像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要陪同学 都不是自己是主角 对 所以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是吃运气 对 你谦虚了 那其实这部片 让你得到的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之后 会不会对你反而是形成一种压力 这样的光环是压力吗 其实 一开始 一开始有 有一点 因为 第一个是那时候还小 然后对这些 还没有太明确跟具体的概念 还不清楚 而压力是来自于我一直都觉得 我只是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导演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凭着我的直觉想法跟感觉去表演 毕竟也才十几岁而已 那时候的压力是因为每一次到剧组 大家就会开玩笑说 影帝 影帝 这是今天几点收工就靠你啦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几点收工 是因为要每一个环节配合得好的 没有办法单就演员的表演 而控制这个东西 所以那时候会一直觉得 好像很有压力 大家都要 就是用 就是影帝这两个字对我来讲 那时候是一个 蛮沉重的包袱 所以你自己抒腰的方式是画画吗 画画也是 当然也是 但是另外一部分我觉得画画其实 因为我从小就学画画 我从国小就学画画 然后后来念复兴美工念台一大 其实就是一路画上来 可是你是不是自己很喜欢画自画像 都画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两张作品好不好 一个是2011年的作品 这是画你自己吗 对 都是我自己 你为什么当时会这样画 我其实觉得 好 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我其实蛮讨厌看到自己自拍的 因为每一次不管是Facebook 还是Instagram 在社交软件上面我要发文或什么 其实我整理出来发现 大家非常喜欢看自拍照 因为大家想要看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在想什么 但是我又 我又很讨厌打开来我的Facebook或Instagram 都是我自己的脸 我会觉得很别扭 就像是我刚才看到我的发言 我会很别扭 所以我就换了另外一方式 我喜欢画画 然后我就画自画像 一样是我 但是是更加个人的我 因为每一个人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而我画出来 自画像其实是 画画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观察的东西 那画自画像 我必须要在镜子面前看着我自己 仔细去观察我的每一个表情 然后把它画下来 而我所用的颜色 我所做的构图都是我当下那一刻 我对我自己的感受 跟我对我自己的想象去表现出来的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想要表达的是 或许生活上的某一种被压迫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呼吸的一个自喜感 可能是生活 可能是课业 可能是工作的一个情绪 那另外这一幅呢 去年的作品 对 去年的这个作品 其实我那时候很想养一只乌鸦 所以其实我画完之后 我觉得自己看起来蛮像一只乌鸦的 养乌鸦 黑色的乌鸦 对啊 我觉得 你看 就很明显看得出来 两个时候的样子的颜色 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认识我的人就会知道 其实我不是什么女生 我也会穿着个很不搭的衣服 然后穿着假脚头去逛夜市 我也会早上起来就是 嘴巴很臭 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不完美 其实反而更好 其实想要认识自己 其实大家如果要认识莫允文的话 其实很少人知道说你可能在 大家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女神的形象 不过其实你在整个演绎的这条路上 是这么的一路的顺遂吗 我觉得当然我非常的幸运 我觉得一路上有非常多的贵人助我 但是其实演绎这条路 并不在我原本的人生规划里 我是一个非常需要规划的一个人 所以我从小时候我就 小学我就知道 从初中我就知道 我在国外我就知道 我要念什么科系 我要去什么大学 我要修什么课 我要去哪里学习 我要去哪里intern 我才可以得到什么工作 才可以得到什么职位 所以我当年我选择回来台湾 其实是因为我有个正当的 就是正常的上班族的工作 我是做行销公关的 在一个外商公司 然后接触演艺圈 其实一切都是 就是很奇怪的机缘 就是一开始回来 我有认识朋友在做模特尔经济 就只是说那你要不要来 赚赚零用钱 因为拍杂志可以拿现金 就是你可以就 就是拍一拍 然后你开心就 你开心就结不开心 那也没关系 所以是从这样子开始的 其实你应该是 我所知道的你 就是15岁的时候 其实你就在办公办读 都自己带赚学费 对 我一直都在办公办读 我觉得我妈妈从小给我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我妈从小给我一个很好的观念 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应得的 所以不管你是要 利用钱也好 你要去你想要读的学校也好 妈妈能给你的 当然我会给你 但是没有办法给你的 你就要自己去想办法 所以我小时候 你想象中的工作 我很多都做过 做过哪些 从15岁开始吗 对 我做过超级市场 我的收银员 我做过咖啡店 避免置入 对 我做过化妆品公司 我做过卖衣服的 我做过餐厅 都有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 让我自己很好历练的一个方式 像你刚刚讲在餐厅 更能够看到很多顾客的脸色 对 有不同的脸色 有没有遇过最糟的情形 有啊 有可能只是一杯咖啡 他就嫌他泡沫 奶泡不够多 他就可以大发飙 那当下我记得那时候 可能才16 7岁吧 你也会觉得很受伤 他对着你破口大骂 我也会就是躲到后面去哭 但是哭完 你就会觉得这也没什么嘛 那我了不起就再给他做一杯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的经验 可以让我长大后 比较勇敢一点点 包括我决定从美国 毕业后回台湾工作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一直都在国外 台湾市场不熟悉 中文也不好 然后我之前是连中文打字 写就更不用说打字都不会 但是我却很贸然地 毕业5天后 我就提了4个行李就回来了 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 那妈妈还在美国 妈妈那时候还在美国工作 但是因为我妈妈的亲戚们 都在台湾 所以妈妈就觉得 他很相信我 他知道我一个人很OK 但是当你需要家人的时候 也还有家人 可是毕竟一个人在台湾 会不会有那种很想妈妈的时候 会啊 所以我自己以前在家的时候 就是有妈妈嘛 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但是我回来之后就会开始想念可能 我妈煮的汤 或是我妈的什么 就会打电话给她 妈你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做 然后就会自己学习做一些东西 所以在我回台湾到现在的这六七年 我觉得我自己转变非常的大 大到我妈妈有时候都觉得不太习惯 因为过去的我非常的依赖她 但是我回来后有点算变一个人似的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 所以你觉得现在工作努力的目标 是为自己还是为母亲 我觉得都有 这一开始 在决定要离开原本的外商公司 跟全职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有非常大的拉扯 而且那拉扯是大到是痛苦的 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二十年 我就是要做行销公关这条路 非常明确 一直从我读的学校到我做了intern的公司 到我到最后入的外商公司 全部的一切都是在我的蓝图上 但是突然间要我做一件 想都没有想过不再有规划的事情 我很害怕 但是我记得当下我妈妈跟我讲一句 就有点像类似黄河的父母跟她讲的一样 就是你想做这一个 你有这样子的知识在你头脑里 你随时都可以回去做 但是如果你现在老天给你开了这一扇 就是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我的目标 非常清楚就是我要当CEO 对 所以CEO的路跟演员的路是 插天雨地 就是你整个心态的规划 跟你自己的调试 都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说我的路走得非常顺遂 我很幸运 但是其实我内心很多的挣扎 其实是还蛮激烈的 大家看不到的 那你希望大家叫你女神吗 还是其实从这一刻开始 大家应该就要看到你真实的表现 而不要再把你当作是一个很梦幻 因为感觉像女神 好像就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象征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女神的时候 我就跟我旁边的人说 他叫我女神 女神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女神是一个很完美 会发亮的一个心地 谁会发亮的 但是 就是你就想想看 但是我不是那样子的一个人 对 我从以前到现在就知道 我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私底下我会做任何一般人会做的事情 我会吃臭豆腐 我会就是拍吻戏的时候 可能那天便当吃到大蒜嘴巴很臭 你知道吗 对不起 你说 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 一进大学大一的时候 我一下课呢 我的 女神 没有... 我有一个同学 他骑摩托车 我说你可不可以 麻烦你载我去捷运站 因为学校大...台一大... 台一大离捷运站有点远 是 然后就说好啊 我说太好了 交朋友 就让他摩托车 男生骑摩托车 遇到红历灯停下来 他要转头过来说 黄鹤 你平常在家里也跟一般人一样吗 然后当下愣了一下想说 什么意思 他就说就是... 你就是看电视啊 吃饭啊 不然我的肩胖肥吗 就是我完全理解你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女神是个光环 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也不需要 我很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光环 但是我觉得我... 我没有那么的需要这样子的光环 因为私底下的我就是跟一般人一样 就很真实 对 我也会穿着个很不搭的衣服 然后穿着夹脚头去逛夜市 我也会早上起来就是嘴巴很臭 然后我也会... 对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就是跟大家一般做的事情是一样 就很日常的作息 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不完美 其实反而更好 当你已经成了女神 当你已经完美了 那你还要怎么样去到下一步 你要当神吗 那其实我相信君浩在一开始 第一次知道跟姐姐对戏 姐姐就是大家原本想象的所谓女神 不过这一刻开始不可以再叫云文女神了 他也从来不会叫我女神 我就叫姐姐 戏里戏外都叫姐姐 所以你觉得第一次跟他对戏的时候 你自己呢 对戏的时候 第一次对戏的时候只有想着 就是刚刚说的吗 待会要怎么翻桌 面要怎么样... 打到他之后就... 关系就变成... 蛮好的 打到之后反而变好 很奇怪变成不打不关系 打到之后才变好 拉近了距离 对啊 打到之后 就会确定他对我是... 就是当成演员是伙伴 他才会告诉我说 你不要担心这些有的没有的 的确我有因为这个戏 感觉到很多人认识我 永远不要忘记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如果我这个想法维持住的话 那抱红不抱红不干我的事 那其实好像里面唯一你是科班出身的吧 你是念台义大戏剧系的 那其实整个这样过程走过来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遇过壮强期 在进入直剧场之前 在大学参与过很多的舞台区的表演 那个时候退伍到进来直剧场中间有一年 我完全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我只想着 要继续照我本来想要的样子 继续充实自己 就是多让自己里面多一点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我这么想做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进来 所以那个时候 有时候会去投资料给外面的公司或是什么 但是谈一谈谈一谈都是觉得 不是我想要的那样子 直到直剧场出现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进来这个地方 所以你的贵人是小迪老师 是小迪老师 绝对是 那当时第一次试镜的时候 那样子的姻缘忌讳 那个时候 应该就像黄和刚刚领奖那样 一片空白 我就是不太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细细的人 比较有点很奇怪 就是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很常不好好考试 但是就比方说 有一关就是要自选才艺 大家才艺就是会唱歌跳舞 什么什么的 但是CVC出来的人很不喜欢这样 然后我就表演模仿保龄球瓶 你当保龄球瓶 我本人是保龄球瓶 你可以演给我看吗 我也想看 因为现场演一段 然后我就是 我就是坐在那个考场的地上 然后我就 我表演开始了 然后我就这样坐着 这样吗 就这样 持续多久的时间 大概一分钟左右吧 当然就是我还有 持续 还有去编排他的戏剧情节 什么就是 我是一个如何的人 结果我是做了噩梦 然后我被困在保龄球瓶里面 然后打保龄球瓶 那个人是打得准呢 还是打得不准呢 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还是有一些表演 但是表演完了当下 然后那一群老师 茫然的表演 就觉得 我完了 好想看喔 这段表演 我完了 我希望他们当时录影没有留下来 我们该去跟老师拿来看 有没有这段影片 我好好奇要怎么演 我明天就要去跟他们销毁这个东西 你现在这段表演多长 大概一分钟左右 你愿意现在当场来试一段 不要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他也不要脸 其实你现在街拍梦里的一千道桥 演的是这个很冲动的 跟之前在天黑 《请闭眼》当中的子硕 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完全不一样 你这样两个个性 你可以走得出来吗 当时的冲击 跟要怎么跳脱原本子硕那样的角色 第一个冲击是 因为我从天黑 杀青到梦里开拍 非常近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马上就开始要训练 要什么的 然后头发就剪掉 那个非常非常快 那个调整要很快 可是我会 确实会就是 会觉得我还没有调试过来 我还没有好好跟子硕道别 然后马上小凡就要进来我身体 有的时候 我觉得会影响很大的是 我看事情的态度 还没有变 就是我前面几个月 脑中的想法 我看东西 思绪是像子硕的 可是马上要改成小凡 而且小凡跟子硕 又是天差地缘的两个人 他们就是个性的反面 他这个人 小凡这个人看东西 就是不思考的 他就是现在想要什么 他就是要动手 所以我觉得 那个性的反差 有的时候 都连我自己都没有适应过来说 我怎么看事情变成这样子了 那所以其实从你当天黑里面 紫硕的这个角色之后 你会觉得你自己是爆红吗 还是其实你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努力 现在终于被看见 我觉得 当然天黑是真的是我第一个角色 这么大 但是前面两个子硕场我也有客串 但是天黑的确是我第一个正式的 有角色的从头到尾的一个角色 说爆红那当然是别人说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 的确我有因为这个戏 感觉到很多人认识我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直剧场很珍贵的地方就是 我只要回去直剧场的教室 回去老是看到我都不会说 爆红怎么样怎么样 他都会说最近看什么书 有没有看电影 有没有运动 他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如果我这个想法维持住的话 那爆红不爆红不干我的事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在演员这条路上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其实现在梦里的一天到墙这部戏 三位可以来帮我们节语一下吗 希望大家观众可以透过这部戏 看到了什么 他其实最想要传达的深层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俊昊先来好了 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还是在谈人生的滋味 你活到某个岁数 这个戏里面什么年龄层的人都有 有很年轻就过世的人 也有很年长还在世的人 或是他面临各种不同生命阶段的时候 他的滋味 我觉得老师最有把这个滋味拍出来 或是姐姐看到我这样子一个小朋友 可是他这样子的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样 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这个感觉 那语文呢 我倒觉得是很大的了解情感 情感的成长情感出口 因为里面的每一个角色 不管是在世或不在世 就是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情感的拉扯 情绪的拉扯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情感的拉扯 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那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出口 我觉得是每一个演员 每一个角色在里面的一个课题 然后不管是亲情也好 爱情也好 然后里面各个不同年龄层都面临到的 其实都是情感感情 那黄河呢 我觉得梦里的一千道墙 很深刻的在讲生命跟人生 他为观众提供了一种不同面向的人生的看法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你遇到很多不可以解释的事情的时候 你或许可以从梦里的一千道墙里面 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答案跟出口 的确大家可能对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疑问 都需要寻找一个出口 那其实呢 如果你本来是很害怕看灵异片的 或许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尝试着跟这些优秀的演员们 一起进入梦里 看见梦里的一千道墙 谢谢你们今天来 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拍摄幕 还有个人的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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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Thought of myself 似播